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讲好几次了 三月底还没结束 现在才到三月中而已 对不对 三月中过一半而已 好 那这几天的指数会拉回 我前两天我已经跟你讲了 我说这段时间 受到这个矽股银行倒闭 现在又多一个瑞士银行 但是股市总是这样 下跌你要找理由卖股票 对不对 然后当你空手的时候 你就要找理由怎么样 买股票 来 我是不是跟各位讲说 养一分进气 多一分福气 对不对 我们在这个电视节目里面 我说股票几千支几万支 我们不晓得你手上是什么股票 所以如果我告诉你说 大盘会当有限 可是你报到的股票却是怎么样 没有未来性的股票 结果你天天 你一直报 它一直跌一直跌 抱得好性酸 对 那请可以看 真的 所以我这两三个月来 我一直跟你强调说 你要先了解你手上是什么股票 能报不能报 能报不能报 你懂吗 是 这一两天股价跌成这样 我们当初从1月3号来 跟你讲的那几支股票 不得了 高价IP股 高价股 到现在怎么样 还在亮红灯 都还在亮红灯 普瑞今天涨停板 享受在创新高 今天来到1175 先看普瑞4966的普瑞 今天是亮灯涨停板了 天哪 连这样高价股 千金股都能够涨成这样 而且这是在我们来到中市 从1月3号老师就告诉大家 普瑞详说 我相信我们的中市观众好朋友 应该都有影响都知道 来 今天不是跌快200点吗 对 你看到没 我们跟你讲 产业 台青交层 顶尖人才 中日前前 君子中日前前工作 上班的公司 对 现在跌200点 他依旧是 从15800到现在 15600 我跟你讲说了不起 都15000就差不多了 不管嘛 那这段时间 你看到没 嗯哼 什么样的股票还可以一力不咬 台青交层 对 产业未来信 产业未来信嘛 对啊 是不是 高速运算高效传说 我前两天是不是在告诉你说 嗯 不要再去存股 存金融股了 是 老师 你的中钢 台泥 你的台泥 嗯 有没有 你的国泰金 我说台湾在国际上 发光发亮 占有一席之地 台湾在国际上 有竞争力的不是这些公司 是在于 你懂吗 钢铁公司 每一个国家都有啊 对不对 日本 有日本有 日本钢铁 对不对 大陆有大陆啊 宝钢啊 美国 美国有美国钢铁啊 每个国家都有钢铁公司 我们的中钢 没有办法拿到国际舞台上 去跟人家 竞争 懂吗 站在世界舞台 没有办法 你现在 所以你现在懂我们选股逻辑没有 明白 很清楚 我们的银行 我们的国泰金 我们的富邦金 我们的任何一家银行 到了世界 到了世界舞台上 那还真的变成彼死大 我说真的 不好意思 芝麻绿豆 我就用话讲这么直白 芝麻绿豆 如果我这样讲 讲到你手上的股票 你如果觉得 听得很不舒服 但我必须告诉你 这是事实 这是事实 真的 这事实 事实是残酷的 十年前 二十年前 你同样报一张 富邦金 国泰金 跟报一张 台积电 差别差多少了 你自己看吧 二十倍 是不是 为什么 差别在台积电 现在是在全世界 晶圆代工 龙头 龙头 霸主 你懂吗 世界之光 好 今天除了普瑞 还有来 详说五二六九 一样今天是在创新高 这也是我们从一月三号 来到中视跟大家聊到 也一样就是老师挑选 有没有 我一月就告诉你 这几档高价股 有没有 对 产业选股 老师高价股好贵 现在我们来讲 高价股的意义 已经不大了 但是行情这段时间 这样的修正 我要来跟你讲这个 我不是叫你来买 我是要跟你证明说 你的选股 如果选对了 你的选股 你选对了 请问 就是串高 跟会期有关系吗 我告诉你 我给你一百年的会期 股票都不涨 最后下次 那有什么用 我再讲一次 我给你很长的会期 我的股票都不涨 然后我的股票 只会越来越低 那我给你一百年的会期 我会期一百年送给你 那有用吗 没有意义 有意义吗 没有 真的 是不是 真的 都看到了 我让你报 十年的金融股 结果你看到别人的股票怎么样 一档一档 比你的金融股还喷 让你去买中钢 那我问你 这种会期你要干嘛 我给你五年 十年的会期 一块送给你 你要吗 你要吗 所以你听懂没有 懂 为什么我一直跟你坚持说 买 台面上的公司 几百家几千家 上万家 我们为什么 我们怎么买 就是买 尽量就带你做那些 台清教程 顶尖学霸 从小到大 君子终日前前 认真上班的公司 像这样的公司 这些都是啊 对啊 你以为这些公司股价 为什么会这么高 努力创新研发 因为他们的研发 他们的IC的设计 是走在世界尖端 没错 而且是不停不停的创新 苹果要买他的单 是 世界各大厂 辉达的晶片 要配合他们的小晶片 来怎么样 一起必须 一起 才能够 连超微的晶片 他们现在开始做成小晶片 也都要这些台厂的 有技术能力的 IC设计公司跟他配合 没错 还有一档 四星KY 三六六一 四星KY 今天也是亮灯 掌停板的 也是千金股 掌停 尾盘锁住 有没有看到 非常强势 这些都是什么 高价IP气质 我现在要跟你讲的 一个概念是说 你说老师我知道 但是高价股很高 我不敢买 那我告诉你说 这些翔硕 四星KY 普瑞 他们是 这一两天 他们是 这几个月 才涨上来 然后才到这个高价股吗 没有 他也曾经一两百块 他曾经一两百块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买 是啊 你把它报好来 现在上千金 他曾经有一两百块 还有包括信华 对不对 这一波也是拉到三千 是 这些股票 曾经都有两三百的时候 你是不是一样嫌他贵 有没有 那你会嫌他贵 他在两三百块 你嫌他贵 就是因为你不了解 这家公司 未来五年十年的竞争力 是不是 所以你跟他 一而再再而上错过 好 三五年前 五六年前 这些股票 这些公司 这些公司的股价 可能都还只有 一两百的时候 或者只有一百的时候 你买得起吗 你买得起 但你愿意跟他一起 你买得起 但是你愿意买吗 你愿意报好他吗 你说老师 我如果那时候 就听懂你的话 对不对 专找顶尖学霸 上班 而且这些学霸 都是很认真工作的公司 对 买得放着 对不对 那就算我 就算会期只有三个月 那又怎样 好股票你报好来 一档股票 你要从一两百块 酝酿到上千 一千两千 你以为几个月就到了吗 这种不多 因为这种都是炒作 炒作的股票 基本上怎么样 怎么上怎么下 怎么上怎么下 很多这样的例子 对不对 很多 路遥芝麻利 日久见人心 是不是 问题是 你看到 比如说去年上半年的北极星 去年八九月 有没有 我们的股市跌到 这个大家都要腰斩 就北极星给你拉到两百 结果怎么样 你去追 两百下来 好久没听到了 对不对 有没有 一下就腰斩了 是 所以公司的未来性 很重要 你要很认真的做研究 那如果 我们就只有 一档股票 让你买对了 那就算三个月 六个月 一年后 就算会期到了 那又怎样 你继续报好 你给他报好 你就跟他一起成长 你再报个三五年 你照样是一倍 两倍 三倍 四倍 五倍的赚 是啊 是不是 而且中间还配股配息 所以重点不在于会期 是 重点在什么 选股 你手上有什么股 没错 你手上有什么股 那才是 你最后自胜的关键 还有你跟着老师 是山头鞋照 买得够低 低低的买进 那你就把它报好来 一个波段上去 你都赚得到 所以今天的股市再次回档 你觉得这些公司 跟瑞幸有关系吗 他还是可以 那样登下你吗 没有关系 其实投资人你们有时候 遇到利空 你真的要冷静 冷静 静下来去想一想 你手上的股票 他所做的产业 跟外在环境 有没有关系 你好好想一想 如果你手上报是台积电 瑞幸银行倒闭 跟台积电有关系吗 会吗 台积电钱放在瑞幸 所以拿不出来 没有这回事 而且人家瑞幸 瑞士央行都错来讲说 要出手相助 他会出手 对 你们到底在安心什么 你们都没有想说 每次股票涨到一个波段的时候 也不再创新高的时候 凸鹰 有心人士怎么样 找利空来 就故意找利空消息 放出来怎么样 吓你 对不对 没错 所以上礼拜一个周末 三天 四股银行 听到去空 对不对 做空的空银行股人大赚 对不对 我们一档银行股都没带你买 我早就告诉你 与其去存金融股 不如怎么样 跟我存怎么样 有产业未来性 下一档四星KY 下一档台积电 下一档信华 在世界舞台上 它有竞争力 未来三五年 十年二十年 它有竞争力的公司 没错 是不是 那你还要在意 这短线的波动吗 你还需要在意它吗 对不对 来我们看这档信华 5274的信华 这也是老师一直在讲的 甚至老师之前在分享会当中 都还举信华的例子 曾经两三百块的信华 如果你给它报好报警处理的话 信华到后来 到现在信华都还是古王 对不对 即便是现在的利空这么多 它还是意义不了 你知道这边的信华是多少吗 2012年 2012年 老师帮你看十年前的信华 如果你在十年前你买到了信华 当时名不见经传的信华 你给它报着 从当年报到现在 来 2012年就是十年前 对 是不是经过雷曼 有 这时候信华才80块 天哪 同版股 80块 80到后来 有没有 来 80块的到了2018年 它涨到多少 涨到1000块 川普开始打中美贸易战 那一年的国具涨到1300 连信华都输国具 有没有 你2018年 你就算被它套1000块好了 OK 好 2018年下半年 2019年初 信华跌到多少 300多 350左右 从1000 一张100万 跌到只剩35 你一定会怎么样 受不了 吐血嘛 有些人受不了 如果你喜欢买右上角 你一定吐血嘛 问题是怎么样 你再跟他报个两年 到3000了 对 你再跟他报个两年到3000 你有没有搞懂 这就叫做趋势成长股 懂 来 就在这个地方 你随便去切割 三个月六个月一年 三个月六个月会期 对这一档信华来讲 很重要吗 一点都不重要 我说真的 你懂意思吗 明白 股票对了 就算会期只有三个月 你报对了 你报一个波带 会期到了 他给你 对不对 真的超乎你想象 老师 这一档可不可以续报 我跟你讲 有的人说 你不续齐的不理你了 对不对 随便你了 我跟你讲 陈诚老师这个不一样 我们叫做 诚恳的陈诚老师 一生一日 一日为 一日为师 对真的是一日为师 一日为师 终身为师 老师真的是你一辈子的朋友 因为每个经济状况不一样 有时候你没有办法续齐是 你有你的苦衷 所以我敢跟你讲说 我们的团队是全中国民国 最优质 最优质 最认真的团队 是我们没有那么现实 我常讲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这个是 我有这个底气 敢在那边讲说 其他人没有办法跟我比的 你懂吗 真的 所以 你买到一档 姓华 三个月会期 六个月会期 很重要吗 很重要吗 你告诉我 那真的不是问题 我说股票只有能报不能报 我如果告诉你能报 你就给他一路报到底 你看 几十块 报到底啊 八十 到多少 到三千 到三千啊 台积电都没他标 真的 你无法想象 是不是 是 这样你懂不懂 你存股就是要存这种股票啊 报对股票 既然要存股 我说 我们的资金都有限 你一定要把你的钱怎么样 要做控管 你不能乱枪打鸟 你希望靠股票大富大贵 你一定要很精准的怎么样 放到 对的位置 对的位置 未来怎么样 有产业竞争力的公司 对 对不对 那以现在来讲 三千块的姓华已经反映了嘛 它已经 大家都知道这家公司很有竞争力了 反映它的价值了 所以你要怎么样 你要再去找下一档怎么样 这样子 八十块的 十年前的姓华 还在怎么样 还在这个时候 很认真 中日前期 对不对 公司团队很认真 然后怎么样 在经营公司 希望它自己可以成为下一档姓华 一路向上 这样的公司 这样你懂吗 明白 所以 我要跟各位讲 这段时间 我们来到中市 我相信我讲的话 一定会颠覆很多 你过去 你在各节目听到的 看到的 对不对 对 我一直跟你讲说 我是非常不重视技术分析的分析师 来啊 姓华你给我分析看看 他从一千跌到三百的时候 你在八十几块的姓华 你知道姓华后面 会涨到三千吗 你用技术分析告诉我 你会到三千吗 不要骗人了 好吗 但是呢 如果你知道姓华的产品 在世界的 重要性 它的江湖地位 你就知道 你只要报的姓华 后面那一段 当初你在一两百两百 剩到五百到一千 你只要报的姓华 对 你怎么样 你基本上你可以 大富大贵 赚到最大一段 为什么 他们的股东几乎一张都不卖的 他们的股东几乎一张都不卖 就连银行券商要去跟股东借券 都不愿意借 跟大股东借 他都连券都不愿意拿出来借 这样你懂了没有 那为什么人家一张都不卖 从一张十块报到一张三千 还是一张都不卖 为什么 他知道这个产业 它的优势 公司的竞争力 所以 如果你可以跟着我 去找下一档股东怎么样 一张都不卖的公司 未来你的财富情绪自然 非常看好他未来的产业爆发力的话 那你需要每天跟着行情 上下波动 跟着这个瑞幸银行 跟着这个瑞幸银行导 然后在那边下自己吗 不需要吗 懂 是不是 好不好 这就是选股的逻辑 我们在那边 利用这个利空 而且我要告诉你 每次利空都怎么样 都是你可以趁这个时候 好好怎么样 调整持股 因为有时候有一些 有竞争力的公司 一样被人家给吓出来 对 就好像我说 信华也曾经 信华从一千块 打回到三百多的时候 你从三百多报到三千 快十倍 所以每次利空 你们都看作是利空 我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每次的利空都是可以 让你好好怎么样 狸猫换太子的时候 石头换钻石的时候 是不是 好不好 要怎么换 想知道 或者想请晨晨老师 来帮助你的话 来加入Lite群组 小老鼠HYH888 所以你看这两天 你说市场有没有钱 有钱 为什么 因为最近股票在跌 黄金又在涨 比特币又在涨 所以这市场没钱吗 就是没钱 但我 Sel einen 感到 beste比特币要去买了 可是不是 股市碟 对不对 钱很多人在怕什么 钱很多人在怕什么 你第一要思考是 买对股票 就是这样 当你买对股票 改天也 going回来 等到追完黄金 追完比特币 热钱回来了 风平浪静 又回来追怎么样 我们的成概股 好吗 我们先进广告 好 时间保留给您 加入我们的Light群组 想知道要如何来调整 手中持股石头换钻石 或者是刚刚老师所说的 会期真的不是问题 会费更不是问题 一档股票 其实你只要报对了 会费你会发现 这真的不是什么问题 想跟着陈辰老师的话 没问题 广告中电话直接拨通 老师其实很重要的观念 对不对 我说每次股灾的时候 就是你好好练功 华力转身 你们都不爱股灾 我这样讲你们可能听得不舒服 因为感觉上我在幸灾的时候 不是啊 但其实这是一个 打掉重练的概念 对不对 不是 每次股灾的时候 多半好的股票不好的股票 都会被卖下来 你忘记了吗 因为新KY被卖到500多 500多啊 有没有 那时候创意也被打到400 但中华也卖到1,400啊 去减3,000又是一倍 对 一倍 所以就是股灾你才有办法 利用这个机会去买怎么样 有竞争力的公司 有竞争力的公司 平常股价都是高到你不敢买 你买不下手 你懂意思吗 懂 因为行情好 每一家公司的价值 就会怎么样 很自然会被股价给追上来 所以你去想一想嘛 为什么这几个月来 这几个月来 你的金融股都不涨 有没有 你的航运股更不用说了 结果怎么样 现在这一次 大盘从1万5千 被要再拉回的时候 你再去看看 你的航运股会不会破底 你再去看看 你的钢铁股会不会再破底 你再去看看 你的金融股会不会破底 这两天金融重灾区 可是我带你买的台青交成 君子终止前前 这些半导体公司 还能涨停板 还能涨停板 就算这一次再拉回的时候 它都不会再破10月的低点了 这就是差别你知道吗 明白 所以每次股灾 就是让你好好练功 怎么样 华力转身到有竞争力的公司 你一毛换太子 就是这个moment 就是现在 去年11月 经过10月底的最低点 11月刚起来 你知道那时候有的人参加我清代 手上一堆航空跟什么 开发金 跟金融股 他专买这些 因为纯股 我记得他还有中信金 结果你知道吗 来参加我会 我立刻怎么样 八条 让他换掉 我这个影片都在里面 你们自己可以查到 11月7号40张换红素 开发金87张换什么 爱普 你知道爱普那时候换多少钱吗 100多 在10月7号到160左右 160 170左右 到现在还在多少 290几 290还不下来 是啊 差多少 今天开发金掉了12块 12块 逛一个爱普都赚快一倍了 这段时间开发金涨一倍没 还往下 没有啊 还在往下破底 那华航呢 一样啊 是啊 是不是 解封了也没看到他表现 这档红素 那时候短短的半个游泳时间 换进去到现在 50% 好凶啊 红素这两天也没什么跌 对啊 也是胖跌的股票 所以差别呢 产业 差别我带你买怎么样 城概股 有竞争力的公司 有竞争力的公司 所以亲爱的 你如果遇到这两天 行情大跌 你不要难过 我说真的 你要去想说 去年10月你来不及怎么样 遇到我 带你好好从产业选股 我讲产业选股 我是真的产业选股 是 没错 很多人讲产业选股 一天带你到你 左软右软 追高杀低 那不叫产业选股 那还是要叫炒短线 好吗 所以去年10月低点 你没有来得及认识我 现在机会又来了 所以你要把握 这一次难得再出现的 狸猫换太子的机会 好吗 好好把你手上的股票 太弱则流强 或太弱则强 跟我们怎么样 参与 下一档 有竞争力的公司 很重要 如果假如你现在手上 还有金融股 银行股 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话 没关系 让健尚老师帮帮你 礼貌换套子 石头换钻石 小老鼠H I H 8888 或拨打广告中的电话 让健尚老师亲自帮助你 再一次感谢健尚老师的分享 谢谢甜心 谢谢各位 让我古海大丈夫 陈建成 但你富贵 稳中求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独立则